偷看一下 喔 有點不熟 2023年公民新聞獎短片報導 社會組得獎的是 張扣欺的美麗與愛手張鴻林 雖然我不熟 但是她今天的加油頭還蠻多的齁 來再咬一下再咬一下 有了有了 好 來請上台 恭喜 來先看前面攝影師 往前站一下 好 還有班班 花束龍 我們社會組就是比較溫馨 花特別多 好 一起拍個合照 我們掌聲開樂 謝謝 是老婆嗎 好 那就開來冰呀開來冰呀 這代表老公拍公民新聞都是好老公 各位來賓大家好 謝謝五位評審的肯定 好 那接下來我要謝謝我們中立社大 的老師們 還有助教的協助跟幫忙 然後 其實旁邊這位其實也是這一部拍片 其實很多片的那個分鏡也是他拍的 所以請大家一起演亮一下 那拍片的主要目的其實應該是說 我這部片其實應該是要傳達整個 給觀眾的一個感覺 其實他是從社照的理念去出發 從這個願景的討論 願景的討論其實這個 這個觀念也有我的一個老師在現場 就是我的何中軒何老師 我跟他認識也是從社照開始 從社照的討論 再到整個執行策略的一個擬定 要傳達的是這些觀念 然後我們這部片子其實也是反映出 我們政府對於整個農地政策 整個河川治理 整個家庭廢水的問題 這些面向的一個反應 那團隊裡面有一個 馮騰勇 馮博士 他是從這個那個中研院 退休的一個研究員 他在農業方面是專家 他年齡也 今年吃了湯圓應該就是79歲了 79歲的年紀其實 他可以很安逸的過他的退休生活 但是他也是希望說 用他的知識的力量 可以為在地付出 我們想要表達的是 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也希望說 政府可以多多給重視 我們反映的是政府施政的一個問題 那希望後續能夠有更多的人 參與這種有意義的活動 政府的相關部門也可以 可以真的好好的思考 去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那希望我們這條張作息 未來可以恢復以前的生態 然後可以划船 可以清水 可以充滿鳥魚花香 這是一個理想的河川 可以創造一個美麗的一個城市 那希望能夠達到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謝謝大家 再次恭喜 老婆要說話嗎 老婆要說話嗎 不要 老婆要說話嗎 對您老公的投入 您講一句話 給大家分享一下 他說一句話而已 其實社會主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學公民記者 今年是第二年 那其實我現在自己還在職 所以其實那個時間沒有到這麼多 但是其實我們會從事公民記者 第一個都是從色照的概念 其實我們希望整個 其實在所有的人都必須要有色照的概念 當你有色照的概念之後 其實我相信我們的所有的社會 就會回歸到我們很久 60年代那時候 你可以去到我家 我可以去到你家客廳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那這也是我們 希望把這一些很溫暖的東西 可以帶到我們的社會上面 那就秉熟像剛剛我們主持人講的 其實現在選站很熱 其實我們的色照也逐漸的熱起來了 那我們希望我們的色照夢呢 能夠在我們退休之後呢 都還能夠繼續的發揚光大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